農地上冒出陣陣白煙 地面也被燒出焦黑的痕跡 统计高雄今年就已经查获了 45件的非法露天燃烧案 裁罚金额高达200万元 其中大多都是农地或工厂 在露天非法燃烧废弃物 那近期的话 因为正值那个二期到做收割 所以有一些农民啊 他就把一些农费啊 或者是剩余的一些农作物啊 就是直接在现场做一些燃烧 然后产生了大量空气污染物 然后经由民众的检举 天空一片雾茫茫 高雄每到秋冬季节 就容易出现空品问题 而每到秋收时节 部分民众透过露天燃烧处理废弃物 更是让空气品质进一步恶化 然后露天燃烧会产生大量的栗状物 那栗状物就是所谓的有PM2.5 那这个就是会影响空气品质 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啊 就是在特别是在秋冬 空品不良期间 尽量避免露天燃烧 每年的10月到隔年3月 属于空气品质不良的季节 一旦查获露天燃烧 将依法加重开阀 另外环保局近期也透过 搭载热显向仪的 无人空拍加强巡查 因为我目前有发现很多农民 就是可能在夜间的时候 会露天燃烧 那最近空品不良 所以扩散条件不佳 造成可能会加重整个空气品质不良 所以我们在夜间也会执行 那个强力取力露天燃烧这一块 避免说在扩散条件不佳的情况下 又有燃烧立状物的一个情势 高雄秋冬的空污问题困扰在地居民依旧 要减少污染源有赖民众妥善处理 个人的废弃物 共同把关空气品质 记者邱玉婷 苏宇文 高雄报导 特别提供 滚光 强力取力露天燃烧